如果你是这样看手机 你的头颈部的压力 已经变成了50磅 50磅有将近25公斤 你能想象在你的颈部 扛一个25公斤的沙袋吗 我相信没有人会傻到 干这样的事 但是你每天都在干这样的事 人类的焦虑 并不是我们今天 现代社会带来的错误 人类的焦虑是天生的 今天你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因为你的祖先 无时不刻 不再担心你周围 有没有风险会出现 运动是我们在生活方式里 逃不过的事 运动就是最好的药物 虽然只是姿势 虽然只是运动 虽然只是呼吸 但在这里面却蕴藏了 我们生活方式医学的大智慧 素养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素养不是我们喊口号喊出来的 更不是我们读了两本科普书就读出来的 素养是真的从你的工作氛围里 和生活氛围里得到的 举心动念处 全部生命的动静运作 处处都是对于健康的修行 接下来呢 我希望能用一个短暂的时光 跟在座的所有分享一下 我自己也作为一个职场的打拼人 也干过996 是吧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如何去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 谢谢 我们如何去在想象中已经这么大的压力下 如何把我们的生活素养 健康生活方式的素养去提高 首先我觉得 就是在任何一家企业都有一个核心命题 就是员工的身心健康这件事情 毫无疑问 它是整个企业的第一生产力 我们可以没有任何家企业会说 我不care公司的员工健康 然后我们可以一样就只拼命发展 任何一个企业 它其实所谓的第一责任人 这个员工健康 那一定是他自己 这就是我们在整个健康中国战略里 提出的一句话 就是自己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在职场打拼 你为了自己的家庭 为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孩子和老人 你最先要保护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第二责任人是谁呢 显然第二责任人其实是我们企业 就是我们企业的工会 我们企业的领导者 企业的管理者 所有的企业里的每一个人 他们都应该首先想到 如果要让企业去正常运作 那么提高员工的健康素养 管理好他的身心健康 你是责务旁贷的第二责任 而更重要的是呢 其实这个第二责任人啊 他有义务让整个的企业 是融入在一种健康的氛围里 我们来看一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三块的内容 第一块呢 我给他写个名字叫明可明 可明呢 在这个老子的道德经理 他是告诉我们 就做任何一件事情啊 首先要寻正有名 我意思我们就是说 做一件事情 你要让他言之有物 更重要的是 你要给他一个定义 给他一个范围 让他顺理成章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谈 那既然这么重要的健康素养 它提升到底从哪出 我们说重器源于微末 那第三块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点 关于在这两个之上 我们谈一点道德问题 好OK 我们先说一下 看一下这件事情的起源 或者说我们他整个谈他的原因 那事实上这个背景就告诉我们 其实美国心脏医学学会HA啊 给我们告诉我们 他认为心悦管健康这件事情 不是来源于你遗传因素好不好 你生在了什么样的家庭 你接受了什么样的医疗 这个保障 你有什么样的医院为你服务 不是的 是因为你的行为方式 和以及有行为方式导致的四个最重要的指标 你的体重 你的血脂 血糖 血压 然后行为呢就是你有没有吸烟 你的体力活动是什么样 你的饮食是什么样 那最近呢 他们也把心理的情况加进来了 我在我这个年纪我就要有高血压了 我就要有高血脂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到生活方式打标 依然可以预防10%的心血管疾病 所以因此啊 我们在年轻人的群体会特别的强调 整个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普遍 使得我们要把整个关口前移到 我们那些在职场上打拼 还没有出现问题的人群里 那很显然 对于这样的干预 其实从全球来看 已经有非常不错的显著效果 就给大家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啊 也是最近我刚刚读到的一篇文献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说我在工作场地减少静坐时间 那大家跟大家先科普一下啊 静坐时间为什么要减少 最近的WHO规定了 关于静坐时间不能超过90分钟 那你就会说了 我们可能每天都有半个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的运动习惯 你会说冯老师 那我久坐一点有什么关系 我的运动是达标的 我恰恰想告诉你的是 运动根本不能代替久坐的风险 你在工作场所 你说冯老师我就得开会 对吧 我就得去写我的报告 做我的文案 改我的PPT 那我怎么 你让我站 我怎么站 我只能保证我下班去运动 这个方案特别好 他干了一件事情 他说呢 我们有三组 第一组我们做对照 第二组我们做生活方式的 其他干预 就是给他运动 第三个 我们加了一个升降桌 加了这个升降桌 就让他在办公场地 有可能怎么样 站起来 让他在90分钟的时候 提醒他可以站一会儿 就这么一件事情 事实上 两个干预组 都有压力 幸福感和经历上的改善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 我们整个职业健康里 最核心的有一条叫疼痛 就是来源于久坐的疼痛 得到了大幅度的缓解 缓解幅度超过了28%以上 所以因此你会看见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仅仅就加了一个小事情 职场的健康 就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所以你会发现 原来素养是怎么养成的呢 其实素养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素养不是我们喊口号喊出来的 更不是我们读了两本科普书 就读出来的 素养是真的从你的工作氛围里 和生活氛围里得到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 在这些素养里边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的只是普通的素养 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的工会和企业 能够下功夫 在关键节点上去管理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关键节点 2017年美国高血压指南 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 它告诉我们 实际的降压效果 并不是来源于只有你吃药 我们以前总说 吃一片药 我们血压能下降10个毫米拱住 可是这一篇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篇指南告诉我们 当你每下降一公斤体重 每一公斤 就能下降一毫米拱住血压 这个效果可以累积到多少呢 累积到6公斤体重 下降6个毫米拱住血压 如果你坚持代式饮食 就这一个饮食方案 可以让你在三个月 下降11毫米拱住的血压 如果你能做到限颜 4到6个毫米拱住 规律的有氧运动 5到8个毫米拱住 限制酒精 4个毫米拱住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些生活方式之间的降压 是可以叠加的 这是什么概念 来我们加一加 你会发现 远远超过20个毫米拱住 也就是说你挑其中的两三条去坚持 就能达到你一片强效降压药的效果 也因此所有的高血压指南会告诉你 如果当你第一次得了高血压 首次血压不超过160 还有100毫米拱住 你完全不用吃加压药 通过生活方式改善 给他六个月时间 你有可能就能变成一个正常的人 而不用终身服用高血压药物 所以我们去看看 在这样的关键节点上 我认为是我们将来企业 要一起为之奋斗的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要做的就是 怎么管理 怎么管理 怎么管理不能把这些健康人 或者亚健康高危因素人群 拉到医院去管 我们管他要管的润物无声 好 我们来看看所有的润物无声 就是刚才我说的 叫重气起于微末 我们都知道这个 行而下者为之气 什么是行而下呢 就是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 我们说刚才那么重要的 高血压的关键节点管理 糖尿病的关键节点管理 腰疼背疼 它们都来自于我们每一天 每真实的这些事情 你的姿势 你的呼吸 你的运动 你的三餐 你的睡觉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特别喜欢跟大家说 你看一个搞心脏医学的 会经常和我的病人讲体态 你说一个搞心脏医学的 为什么要跟他讲体态呢 体态按理说 应该是你想象当中 是管理骨骼健康的 对吧 肌肉健康的 你会觉得这个事情离我很遥远 离心脏很遥远 但是我告诉你 它非常的近 近到什么程度 我们一会儿来看 我给大家先讲一个小图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如果你是这样看手机 来 这个姿势看手机 你的头颈部的压力 大概是10到12磅左右 但假定你就这个姿势看手机 30度角 已经挺高的了 你的头颈部的压力 已经变成了50磅 同志们 50磅有多重 50磅有将近25公斤 你能想象在你的颈部 扛一个25公斤的沙袋吗 我相信没有人会傻到 干这样的事 但是你每天都在干这样的事 对吧 你看如果要是放到膝盖上看手机 这样的坐姿 差不多就是60磅 我刚才给扫试了一下 我们各位在场的看手机的同事 至少有一半就是60磅的公斤 除此之外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其实还有站姿 我们还有跑姿 每一个姿势都决定了 你的骨骼肌肉的健康 更重要的是 还决定了你的内脏健康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一个 很有意思的实验 这个研究就做了两个星期 他观察两个星期有两组人 一组人让他去看手机 还有一组呢 就不让他们看手机 发现改变了什么 不是骨骼 不是肌肉 居然是他的肺功能 他的肺功能在两周之内 关键指标居然下降了20%以上 就是他的肺功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为什么 来我跟大家说 你的骨骼和肌肉包裹着你的肺 当你每一次呼吸都处在这样一个寒胸驼背的状态里 你的肺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开 而我们无时无刻不再呼吸 如果你无时无刻都是这个姿势 你的肺始终就只能膨胀到我们正常人三分之二左右的大小 那么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呼吸当中 你的肺功能就已经下降了 而心肺就是一体的 因此我们关注体态这样很小的一个事情 你看 它不仅仅是关注到我们身体的骨骼肌肉健康 更关注到我们内在的内脏的健康 那下面一张片子呢 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讲讲安静的方法 这张片子的来源是最近在十年里 我自己学了很多很多关于心理学和我们心脏康复 和我们心血管康复生活方式医学交叉的东西 在这个里边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人类的焦虑并不是我们今天现代社会带来的错误 人类的焦虑是天生的 为什么说是天生的呢 因为我们人类其实在一百七十万年的进化里 我们为了存活到今天 我们的祖先进化了一种本领 就是我们可以不停地去扫视我们周围的危险状态 所以在座的各位 今天你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因为你的祖先无时不刻 不再担心你周围有没有风险会出现 你才会活到下来 你想如果一个人无时不刻不担心周围的风险 它是什么样的状态 它其实是一种跳跃的思维 同时它更需要处在一个对危险处在第一位的担心 那这种第一位的担心就会使得你今天 会对你周围可能并不是生命危险的事情 也会放在第一位 就是你的工作压力啊 你的家庭生活啊 产生的矛盾啊等等这些 只要会引起你威胁的 你都会放在第一位 所以焦虑其实并不是我们的错 焦虑是我们在一百七十万年里进化的错 那在这种方法下 其实安静就是变得要学习了 安静不是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备的本事 我们事实上要让大脑从一个游私的状态 就是我刚才说的 因为关注危险 我们有了一个注意力的跳跃 从A跳到B 从B跳到C 从C跳到D 那现在我们要让我们的注意力怎么样 Fox在当下 这个时候你的生活的和你工作的节奏才会最高效 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去锻炼的 比方说我们锻炼的刚开始就是 首先我们要学会专注在当下 专注在当下 那当下是什么呢 呼吸就是当下的一切 对吧 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呼吸 如果我们找一点小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考虑把我们现在的思想拉回来 拉到我们当下的每一次呼吸当中 而这个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治疗里 尤其在心理治疗方案里 非常管用的呼吸治疗 我们也把它叫正念呼吸 那正念呼吸其实有非常多的 寻正医学的基础 事实上有大量的心血管的证据告诉我们 如果你去进行这样的正念呼吸的训练 每天两次 每次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达到我们血压水平的明显改善 和心血管事件的明显下降 好 最后我想还想跟你们来谈一谈运动的事 运动是我们在生活方式里逃不过的事 但是我还是想提一下 运动究竟有多好 我想用一张Nature 在发表在我们医学顶刊上的图 来跟大家讲讲 运动到底对你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我们很多人坚持不下来运动 是因为觉得运动只是为了保健 只是为了防身 我告诉大家 其实不仅如此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今天能够奋斗到这么 这么好的这个状态 成为职场的精英 你已经在身体里积累了无数的压力 已经在身体里有无数的伤痛 那这些伤痛和压力 要怎么样才能把它化解掉 运动就是最好的药物 我们看运动它在肌肉收缩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叫抗炎因子 那这种抗炎因子它不是随随便便分泌的 如果你的移线功能出现了高血糖 胰岛有炎症 这个抗炎因子就分泌到胰岛去 而同样如果你的肝脏有炎症 你有脂肪肝 这个抗炎因子就会分泌到肝脏去 如果你是心血管有炎症 这个抗炎因子就会分泌到心血管去 所以你看它是 还是最牛的身上的靶向治疗药物 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药物 可以靶向到如此了 就是你哪有问题 它就打哪去 运动就真的是这么厉害 所以我们来看看运动可以治疗的疾病 我这只是列出了真的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我确实要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运动治疗的魅力 我们心肺功能的储备 关节的健康 减脂的减重 对抗代谢 对抗压力 抑郁症的治疗 还有大家不能想象的说 好像运动可以增加关节损伤 不是这样的 其实良好的运动方案 正确的运动方式和处方 是可以改善骨性关节炎 和一系列的关节健康的 当运动成为一个药物 它就必须有处方 而这也是正是我们正在探索的 如何把这样的处方 下达给我们刚才所谓关键节点的病人 当你有一个160 100的血压 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运动方案 不需要任何药物的治疗 三个月内 血压依然可以回到正常范围 所以因此我们的运动 是需要对它的评测 时间 强度 尤其是强度 如果你想让它达到刚才我们说的 medicine的效果 想让它去改善你身体基础的机能疾病 你必须要按照一定的强度 至少要在中等强度以上 必须要按照什么样的运动类型 才能降压 什么样的运动方案可以降糖 什么样的运动方案可以降脂 甚至可以逆转你的动脉中央硬化 逆转你的冠心病 这些都是要有处方的 好 我们来看我们讲了这么多润无声的东西 它们非常非常地细小 非常非常地微末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总结起来 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它 它有非常地了不起 虽然只是姿势 虽然只是运动 虽然只是呼吸 但在这里边却蕴藏了 我们生活方式医学的大智慧 所以我们说 古人说行而上者未知道 一点都没错 在这个之上 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智慧的道理 就蕴藏在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古人的这些智慧 要把现代的科技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做一个定层上的设计 就是我们不能想象说 我们只是把睡觉当成睡觉 吃饭当成吃饭 而要把每一件事情的润无无声 做到能够管理干预甚至治疗疾病的层面 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才有可能对健康做出一修行 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 我自己在很多很多的场合都会跟他们说 很多很多的病人来这里 因为这句话而受益 我在这里也想把它送给你 就是举心动念处 全部生命的动静运作 处处都是对于健康的修行 所以请大家记住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去思考这些问题 当有一天你在看吃饭 好像又有了一些道 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变得更加和谐 也体会到生活本来的味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